接着来看到花莲圣王堂已经连续第八年号召信徒捐赠普渡物资 市长魏家贤之前除了到场颁赠感谢状 也感谢圣王堂长崎并持善行 成为花莲圣社福伙伴 帮助弱势家庭来减轻负担 花莲圣王堂爱心送暖不间断 这是他们连续第八年在中原普渡过后 号召信徒将物资捐赠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我们捐赠的部分是44份 这一次我们还是把这些物资请市公所帮我们协助下 送给就是需要的市民 那我们也希望说市公所这边有一些个案啊 还是等等之类就是可以把我们爱传承下去 市长魏家宴除了感谢宫庙及信众的爱心 也特别颁证感谢状 那其实每一年只要有普渡 那圣王堂这边都会转接到花莲市公所的社劳客的食物银行 那也希望说未来如果有一些公庙普渡或是一些公司普渡 都可以跟我们社劳客这边再做一个联系 那今天也特别特别的再次的谢谢我们圣王堂所有的 不管是堂主或是我们所有的顾问们感谢大家 魏家宴表示食物银行每个月至少发放出250份的民生物质 帮助弱势家庭减轻负担 感谢圣王堂长期秉持扇行 成为花莲市社福伙伴 也欢迎更多三星人士及团体加入送暖行列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道